1988年的某日,一位老妇人来到北京妇联门口 此时的她灰头土脸,看起来是赶了很长时间的路 身上穿着的是农村妇女常有的打扮 可是她张口说的话却吓坏了接待她的人 甚至在1988年的北京,许多的担政人员都被她说的话惊动 她说我叫赖月明,是陈毅的夫人 北京的工作人员经过多番调查,证实了此事 原来陈毅元硕的发妻并没有死,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 当时大家认为陈毅元硕的发妻早已经离世了 陈毅与赖月明是在红军时期认识的 赖月明是个传统的女性,却遇到了新思想时期的陈毅 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结了婚 然而结婚不久,战事变得更加紧张 于是陈毅只能忍痛舍下爱妻,奔赴战场 可谁知这一别就是阴阳两哥 刊日期间,陈毅多次派人寻找赖月明 可传辉的消息都是说赖月明已经死了 久而久之,陈毅元帅也只能接受这一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稳定发展 赖月明通过报纸看到了陈毅元帅会见外宾的照片 这让他很是激动 可当他听到陈毅元帅已经另取他人的时候 他的内心也是苦涩的 毕竟战乱中失散多年 如今对方已经有了家庭,不该前去寻找 一直等到1988年,陈毅元帅去世16年之后 赖月明终于有机会来到北京 可此时,他与陈毅元帅已经是阴阳两哥了 2015年的11月14日 在湖南长沙的文艺新村 一位95岁的抗战老兵跳楼自杀了 这位毕业于环浦军校的革命老人 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他自杀后,人们开始关注整个世界 才发现背后的故事令人痛心 这位老兵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一位敢于战场杀敌的英雄选择自杀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按钮 回复老兵即可观看